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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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生活 风俗习惯 有了更直观的认知 队员们还清晰地记得 147号墓葬发掘时的情形 2017年6月 147号墓打开内观观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经过研究得知 这是汉代专门用来装炼死者头部的藏具 瘟鸣 这一件温明是国内已出土的温明中 构造最为繁复 制作最为精良的一个 它的四臂镶嵌着当时价值不菲的流理 上面住有各种文室 文室中残留有金箔 隐隐预示着墓主人身份的不凡 温明顶顶部的流理壁上 一只包金乌龟耀眼夺目 斜坡位置是有四只包金吃虎 四脚各有一个木偶 其中有人手蛇身的福西女妈 还有两个姿态婀娜的汉代舞女 拥有着奢华藏具的墓主人 姓沈名水 什么身份 没有想到的是 在后面的发掘中 这些都一一揭晓 牧藏中随葬了一批公文墓独 这在北方十分罕见 根据墓独记载 墓主人是一名叫做刘次的县令 下葬时间为元寿二年 元寿二年也就是公元前一年 这一年汉哀帝逝世 往往走上了政治舞台 在这西汉的余晖中 墓主人也告别了人世 不知什么原因 他将所认献的公文墓独 也一起随葬了 似乎想在另一个世界中 继续履行他未尽的县令职责 这些公文记载了当时 唐义县的户口 田集 税收 司法 武器库 武器库 库存等方面的情况 这些鲜活的史料 会让我们从帝王将相的历史中抽离出来 从另一个角度触摸到西汉晚期 真实的社会生活 西汉是一个上武精神与人性灵光 比翼齐飞的光辉岁月 刀剑则是那个时代的特殊印记 这是一把汉代还手刀 它被放在墓主人头部为止 想必是他生前心爱之物 这种西汉所特有的还手刀 是当年华夏先民们威严与力量的象征 在那个人人配刀直剑的时代 它是战士们建功立业的战友 是大汉开疆破土的元勋 当年正是靠这种武器和骑兵的威力 李广和霍去兵们一次次南征北战 将大汉的战旗插遍了塞北江南 墓主人一提左侧的玉具汉剑 则以其华美婉约的气质 展示了墓主人灵秀的另一面 哇 这剑的特别 它上面装饰有玉制剑格 剑制 与韩光四射的还手刀相比 汉剑更像千千君子 它讲究入鞘朴实无华 出鞘锋锋芒毕露 因为袖矢严重 我们无缘一睹刀剑的真容 透过这对出土的刀剑 我们依稀可以触摸到 那个时代汉家男儿的风骨与气韵 随着发掘的人入 在147号墓中 出土的这个墓葬群中 第一具完整的墓主遗骸 它通体黑色 须发完整 体质人类学专家 经过鉴定认为 墓主人刘刺身高大约1米63 体重约为130斤 去世时年龄40岁左右 它患有一种 被称为弥漫性特发性 骨质增生的疾病 墓主人身下 是一张价值连城的琉璃席 汉代由于琉璃与玉同用 所以也称之为玉玺 这是国内首次发现 如此规格的玉玺 大胆的用料和精巧的构思 让我们惊叹于它的华美 若是镶嵌的金箔尚在 该是多么的富丽堂皇 147号县令墓出土的文物 刷新了我们 对汉代丧葬制度和文化的认知 结合此墓葬群其他发掘成果 考古队员们认为 这个刘姓家族极有可能是皇室宗亲 这片墓地其他墓葬中 或许还会有更加惊人的发现 十进晚秋 一场不期而遇的秋雨 给考古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正在发掘中的175号目 出现了状况 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些风 一说的话就很危险 不进行处理的话 有可能它就踏翻了 踏翻的话就像那个工作人员 很危险 就可能会出现安全事故 为了有足够的发掘空间 考古队准备将发掘区域向外扩充 在距离175号目很近的位置 却发现了一座大墓 根据以往经验 这样位置的墓主人 生前极有可能是夫妻 在与村民协商并进行补偿后 将这个被命名为176的大墓 南阔进发掘区域 即将发掘的175、176号墓 曾位于同一个风土之下 这两个墓与出土文物丰富的 147号县令墓相距不远 据推测 它们的入葬时间也基本接近 这让考古队员对这两个墓葬充满期待 经过初步发掘发现 175号墓的入葬年代稍晚 规模形制比176号墓葬小了很多 可以很想象的它们太大了 它一个瘦的厉害 不是瘦的 它刚刚是砖过的 那它要是过的话 它就没墓过了 这墓葬呢 砖过内空间逼则 作为关系亲密的两位墓主人 他们墓葬之间 形致怎么会有这样大的差距 这是一个汉代刘氏家族墓地 这个家族极有可能是皇室宗亲 在已经发掘的147号县令墓中 铺土了奢华瑰丽的随葬品 正在发掘的两个墓 位于同一风土之下 形致差别巨大 同为刘氏子孙的它们经历了什么 后面的发掘即将揭开谜底 175号墓葬专国之下 是已经朽掉的墓关 因为埋藏较浅浅 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175号墓葬的保存状况并不理想 这不难充电啊 什么充电啊 哇 有名文呢 这个是跟那个特效票 这个充电 36吧 这个充电 一个很大的 什么充电 与君无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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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代 嗯 汉代中企 铜镜的审美 开始转向对明文内涵 及自体美观的追求 这个明文没错 这金杯的人 可能是 放在七盒里面 还是七皮 这个不是还第一回见的 这面铜镜上的明文 雅致吉祥 寄托了当时人们 对生活的美好向往 与君无极 地长生 哇 好烧 如日月光 175号墓葬墓地 完全被一层厚厚的泥浆 包裹了起来 朽烂的有机制随葬品 与高泥混合在一起 年稠不堪 臭气熏天 但这看似肮脏的厚厚淤泥 往往蕴藏着丰富的考古信息 稍有不慎就会被遗漏掉 因此 墓中的一草一墓 甚至一粒微尘 对有经验的考古工作者来说 都是会说话的文物 需要慎重对待 面对铺满整个墓底的厚厚淤泥 需要考古队员一点点辨认 为了防止破坏淤泥中的文物 考古队员石大伟 跪在搭起的木板上工作 一天下来腰酸背痛 今晚队员小琪请大家吃饭 庆祝他脱离单身 上午他刚刚领了结婚证 就赶回考古队驻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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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刚官发表一下感言 很开心 领个证来是不是 等你结婚了 是啊 有没有掉了 第二天早晨 亲孙的小琪和同事们 照常上工 几乎都是这样子 每个粥好的话 我们回去一次 不过我们这个工作 就是经常不着急 人要是都说过 我们中国的科目工作 得感谢家族 有很多是一个月回趟家的 有了还一年回趟家的 孩子都不认识了 妈妈叔叔回来了 走了 上工 考古队员在175号目的淤泥中 找到了有价值的线索 人骨的 一点人骨的痕迹都没有吗 没有 这里有颗牙齿 然后应该是 看这个样子应该是一个纠尺 不知道是第几纠尺 现在这个样子 可以提取一下 装到水管里去 看样子 不是磨损很严重 牙齿 然后平常都是可以提取DNA的 然后它就是在墓里出来之后 最好不要污染到它 根据这个牙幼稚的磨损程度啊 可以判断就是这个人的牙齿 用了多长时间 这样判断这个人的年龄 会有大约有多少岁啊 这个平面嘛 牙的平面上 还就是挺那个凹凸不平的 然后就说 它的磨损程度不是很高 但是吧 这个可能跟个人的那个饮食习惯 都有关系 估计 这个牙齿 看这个 就是这个牙幼稚的磨损程度啊 应该不到50岁 这颗牙齿将被送到实验室 做进一步鉴定 届时 牧主人的年龄 性别 遗传密码等秘密 将被揭开 作为一个带牧道的甲字形大牧 它的随葬品十分简陋 山东大学的人向洪教授 有着丰富的考古经验 有空间才有东西 没有空间没东西 这兵也带不到的 是不是 这要怪碗 这兵 这要怪你 太不能抓了 我们前面挖着带不到的 都没那么看 太喜欢了 疑似夫人墓的175号墓 收获寥寥 而疑似为丈夫墓的176号大墓 或许可以帮助队员们解除疑惑 对我这个墓特别奇怪 东西宽南北窄 就不符合我们对于 汉代这个墓群 汉代墓葬的认知 应该是南北要长 东西是宽 这个唯一的东西向墓葬 引起了大家的好奇 在探到176号墓巨大的形质后 考古队员费了不小的周折 将它囊括定发掘范围 然而 意料不到的事情 再次发生了 刚才说这个墓本来设计很宽的很大的 突然加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太阳大别一样 墓头也加纸了 这个那一个那没 那么这个那笔荒墓 那这个那笔荒墓 这个都修掉了 刚成毁了 这说明什么呢 这个墓还是可以的 尽管它毁掉了 它原先用的墓头还是不少的 它还是使用了 就没有毁去 它还是一种墓的 它是党人了 但是我们看了当地以后 这个五云墓 这个大修啊 还是挺大的 要比它一个同一个房处 在下面那样的西边 它的邻居 它的隔壁 就大得多 这个我们也没被到 这颗西 没有完工的 那么 曹操下葬的176号墓主人 会遭遇什么变故 使得自己原本 规模宏大的墓葬 半途而废 身后知识 办得如此草率呢 要知道 这在誓死如世生的汉代 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或许 关内的蛛丝马迹 会透露给我们答案 但是 这两个长方形痕迹 哪一个是关呢 你开始说那位相关 你开始这么相关 肯定有个关 真没问题的 哪个是关的可能性 非常大 有什么 有西南 还有空 这个匆忙下葬的墓内 会出土什么随葬品呢 有几只这些东西看得没了 怎样打木头都修备了 何况怎么骑 看得没了 极极还有极皮 我们骑发什么呢 出个 鱼 鱼章 出了个鱼章 鱼章 鱼章 这些东西看得不错 那其他可能 敢于设计这样大墓的墓主人 他一定地位尊崇 财力雄厚 他怎么会草草下葬 这会不会是墓主人突然去世造成的呢 很正常的话去世的一步 他又可以把那个 就是把他的关放在外面 等着这个墓室做好了以后再把关放进来 桃谷队员正在清理内关 希望通过随葬品 能够知道墓主人的姓名身份 以及所处年代 从而推测他生前的遭遇 到目前为止 就是还没有发现任何的鞋遗物啊 也没有发现人骨 应该是推测的话 应该是有人骨在里边 人都已经腐朽了 我认识 铜钱都不见 啥都没有 有钱 就是没有随葬品 之前发掘的基本上每个墓里 都得出这种地方 然后有铜钱 有人在穷的人 但他可能不会放一些东西 除非这个确实是不正常 木也没弯完 就看看那一个 那一个估计还有希望 那一个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个汉代流氏家族 这个家族极有可能是皇室宗亲 在已经发掘的147号县令墓中 出土了奢华瑰丽的随葬品 正在发掘的176号墓藏 形致远大于县令 却半途而飞 墓主人是谁 他遭遇了什么 答案即将揭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吧 这是人骨 你别拿这个 不是 不是 是人骨头感 这个如果是官的话 这应该是人骨 小时是肋骨 或者是 残存而已 这是小肋骨吧 小肋骨 你鞋这个东西是不是应该 对啊 经过仔细清理 发现这只是朽掉的木头 原以为的柳暗花明 原来是空欢喜异常 我们发掘的那些 即使是特别小的那个木 里面都会放一个铜钳什么的 那铜钳都没放 现在为止没有发现铜钳 根据以往的经验 彭玉觉得 没有陪葬品这个现象有备常理 或许 或许官邸有个加层 陪葬品藏在其中也未可置 他决定做个探方一探究竟 通过观察探方得知 这里已经是目的 再往下就是鸡盐 还有更多的疑问 营绕在考古队员心头 为什么木内有两个关 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要知道 在汉代 连铜钳都没有随葬的墓主人 已经不仅仅是草草下葬那么简单了 可能两个人同时死亡 关键是你这个墓一开始不是说 他想造一个小墓 也就是说这个墓主人 原来可能还是有一些社会经济上的 或者政治上的地位的 原来想做一个大墓 他为什么他后来墓也没有造完 墓道也没有造完 关里面没有随葬品 关外也没有发现随葬品 没有随葬品的发现也是一种发现 估计是遭遇了战乱 遭遇了社会动荡 遭遇了家庭的变故 开了个大脑洞 画出来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但是很有意思只能靠自己猜想 因为他没有证据 就没有失误的证据 连个证明他身份的材料都没有 这个墓的年代 这个墓的年代只能指望西边这个墓给他 定一定年代了 西边那个墓板 这个墓早一点 这是一座开始动工时规模宏大 后期却因突发情况而被迫中断施工 草草下葬封土的墓 这位176号墓主人是谁 他做了什么 会导致突然的家道中落 自己也落得如此凄凉的下场呢 与176号墓相邻的175号墓 传来了好消息 墓底发现了钱币 这是判断年代的重要依据 结合这两个墓的位置 考古工作者往往可以推断出墓主人的大致入葬时间 如果从前的这些形质啊大小啊厚薄啊 推断这两个墓的大致的时代背景 就是应该是在西海满旗的一个社会动荡 山河破碎的一个阶段 如果147的那个墓的上限是原来说二年的话 那么说这两个墓的年代 时间段是卡在这一段 西海满旗到王莽执政的 新莽建立的这一段时间 176的这个墓的没有做完 虽然没有做完 但是它这个墓还是挺大的 这么大一个墓 现在任何的垂涨品都没有发现 这个反差背后的历史信息 我们可以去分析一下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样 考古有时候就像我们看了一些侦探小说 和侦探巨一样 那它是超出我们正常的认知之外的 背后肯定有一定的神迹 考古队员推测 牧主人的去世时间 为西汉末年到新莽建立之间 当时社会动荡 豪强兼并严重 掌握了政权的王莽 为了巩固中央权力 严厉打击各地豪强势力 即使贵为皇室宗亲 也不一定能够逃过一劫 我们可以设想 这个让人困惑的176号墓的主人 或许正是这一波轨云厥历史进程的牺牲品 山河破碎风飘絮 身世浮沉鱼打平 176号墓主人横死他乡后 家道迅速中落 以至于家乡祖坟中未及完工的弘大墓葬 只能作为衣冠种匆匆封顶 这正好可以解释旁边175号墓的不解之意 同一座风土下疑似夫人墓的175号墓葬 入葬年代晚于 两座墓葬演绎了一个家族的沉沦与星体 两座墓葬演绎了一个家族的沉沦与星体 特别自立地 他们紧紧 生日月 生日月 赞允与 生日月 赞允与 生日月 赞兆与 生日元 往后 云福 人世的繁华与落寞 两千年的岁月 就像迈浪风吹 无流影踪